大家好,我是戴班小雅 6月18日,做家务的男人最新一期播出 宋妍妃就当年一年级节目中 不成熟的表现向同大为道歉 引发网友热议 节目中,宋妍妃在时隔6年后 与爸爸一起回看自己首次录制的综艺节目一年级时 直言在看当时的自己太傻了 自己现在看这段也会想骂自己 而且那个时候被观众们骂怕了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据悉,6年前,宋妍妃与佟大为一起录制节目一年级 节目中,佟大为表示宋妍妃十分适合扮演猪八戒 但宋妍妃却十分抗拒,直接回对道 老师我不愿意演八戒,我只想演紫霞仙子 面对宋妍妃的剧演,佟大为当场喊话宋妍妃 爱演就演不演就滚 而佟大为也不是无故生气的 因为这是一开始就定好的规则 学生们通过游戏来选择自己的角色 最后宋妍妃在游戏环结束了 她需要扮演猪八戒 但她不想,她想演紫霞仙子 佟大为作为导师 她就开始疏导她,说她一直有女神范儿 希望她能突破自己 但她似乎没有理解佟老师的心意 又直言说,我的天性已经够解放了的 这时,佟老师直接说 等到你有选择权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了 这时的宋妍妃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已经来了剧,那我不演了 听到这句,佟大为老师真的生气了 但最终宋妍妃还是出演了猪八戒 并且她放下包袱解放天性 通过出色的表现也是得到了佟大为老师的赞赏 但由于当时在节目中与佟大为起冲突 也致使宋妍妃在当时遭受了不少网络暴力 直言每次一播完就有一万条私信过来骂自己的 如今回看节目 宋妍妃再度深刻反省表示 这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演的角色 但当时自己用错了方法,特别傻 此同时,宋妍妃还为当初耍脾气剧演的行为 正是向身为导师的佟大为道歉 硬格空喊话 对不起,佟老师 从言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了宋妍妃真的成长了不少 这些谁又能不犯错呢 但能这样坦然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只是很勇敢了 期待宋妍妃能好好磨练演技 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声明,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谢谢,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 请不吝点赞关注小雅 请不吝点赞关注小雅